我最喜歡東方Project的《白雲子》 還有很喜歡《飛翅》系列的《貞德》 另外我也有留意很多其他作品 例如我很喜歡《Gundam Seed》 《高達》系列 另外我也很喜歡《新世紀福音戰士》 還有《魔法甘酸沐浴》等等的作品 我覺得最難忘的角色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飛翅》系列的《貞德》 因為我當時《高達》的《貞德》的角色就是穿盔甲 另外它也會拿著旗和劍 當時我穿著這套盔甲 因為為了想還原 就去了《魔星嶺》拍照 帶了三位助手的朋友和攝影師上去拍 剛好那天拍的時候就有三十二度 在森林裡拍照就差點中暑 另外那些旗和劍都挺重 所以這次經驗都挺難忘的 通常在扮演這個角色之前 除了本身要很了解的角色之外 我都會再去看看那個角色的設定和細節 首先要買一個跟角色一樣的假髮 它的服裝要準備 然後鞋、道具等等 另外也要化一個好像那個角色的妝 所以通常都會配上那個角色的顏色 然後都會在家裡試妝 試到滿意就可以正式去拍照 你覺得自己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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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I那裡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很喜歡畫畫的人 我看到AI現在發展得這麼快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去學 因為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一個很方便人類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現在還有一點點不足的 就是AI的角色 都是沒有了真人的生氣 但是總括而言它的還原度都很高 而且可以做到個人很完美 我也覺得很漂亮 然後另外我覺得Patreon那裡 或者其他賣相的平台 它是位於很多攝影師和cosplayer、model 除了每個月會為它們帶來很多 新的創作idea之外 也會令它們多了很多收益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事 是,今年動漫節一連五日 我都會去動漫節裡面的創天同仁制 他位是GN02那裡 會買我的新的cosplay社掙扎 那角色就會是新世紀福音戰士的明日香 而且會有碧南航線的作品 我會選B,EVA的明日香 因為EVA是一套歷史內的很經典的作品 我覺得外國會有很多EVA的粉絲 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所以我會選明日香 我會選A 我會選A 因為我覺得我平時都很多工作 如果有一個好像秘書那樣的AI 可以幫我打點我的時間表 幫我安排所有工作 如何分配就好了 我會選B,古老的蒸氣火車 因為飛機維修工場 好像比較容易 或者比較多機會可以去引導 但如果一個很古老的蒸氣火車 就比較難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來了 Coverface有我Brace Kaoli 大家快點去買吧